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目前中國經濟情況嚴峻 誰人都知道 但實際上是惡劣到一個什麼的境地 較早前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就主持召開了一趟廉政會議 他在會議上的說法 似乎透露了一些端藝 李克強就說到 說在經濟下行和財政困難的情況之下 各級政府要堅決做到過緊日子 緊日子就是 那些艱苦的日子 節用御民 劍以養得 將錢用到刀刃上 全力支持補就業補民生補市場主體 讓勤劍節約成為每個工作人員的日常行為習慣 說就說得非常好聽 分分鐘說完他自己也未必相信 但是具體有什麼措施是執行呢 李克強就說 今年中央政府會帶頭 將非急需非剛性支出 壓減50%以上 地方政府也要打緊預算 做到有保有壓 應壓就盡壓 決不允許 違反規定 亂開口子 隨意追加預算 更加不能以其他方式 騰挪資金 用在一般性的支出 李克強強調 力求要少花錢就多辦事 不應該花的錢 一分錢都不能夠花 要將過緊日子的要求落到實處 給人民群眾都看得見 實際上 他所提出的措施 能不能夠如實去執行 就一回事 但是 他這番說話 很明顯表達出 似乎大陸政府 真是莫財 正如他所說 就是 經濟下行 和財政困難的雙重打擊 實際上 究竟中國的經濟 嚴峻到什麼地步 為什麼 會導致李克強 說出這番說話 我們又可以看看 日本媒體 《日經新聞》的一篇報導 根據他們引述 忠誠信 國際信用評級 的估計指出 說自2019年底為止 中國地方政府隱藏負債 高達43兆人民幣 43兆 即是43萬億 加上已經正式公佈的債務 合計達到67兆人民幣 這個報導還提到 大陸政府為了應對疫情 帶來的經濟衝擊 各地政府大搞基建 他們通過地方政府融資平台 向金融機構進行貸款 又或者是通過發行債券 籌集基建所需的資金 根據一家大陸的金融研究公司的資料指出 從今年的1月頭 到7月中為止 中國各地方政府融資平台 一共發行了 3.3兆人民幣新債券 比起去年同期 增加了一半 金額更加去到去年全年的四分之三 當然 無論是通過發債也好 或者是通過向金融機構借貸也好 你這樣籌集資金 然後大搞基礎建設 肯定是有利於推進經濟向上 但是 單靠這些方法來搞起經濟 完全是泡沫 過去的20年 中國到底是建了多少不等用的 鐵路 橋樑 甚至死城 目前中國的房地產 有多少是有人住 有多少是空置 這些數據大陸自身都是有公佈出來的 若然仍然是根據以往20年的發展軌跡一樣 繼續由地方政府來大搞基建推動經濟發展 一時之間當然可以頂得住雞頭 但是長遠來說 就是會為金融債務市場 埋下了一個非常大的危機 一旦最後一根稻草壓下來的時候 肯定就是會爆到一發不可收拾 此外 大陸還有什麼經濟嚴峻的 跡象可以找得出來 比如說 李克強總理在過去兩個月 先後已經提出了兩大橋段 只不過似乎是被主流派系 壓下來 在五月尾的時候搞了什麼地攤經濟 運作了都不夠一個月 一個星期 其實是 已經宣告不了了之是收皮 北京深圳的報紙社評 又說不適合城市使用 諸如此類 在上星期又提出了所謂的靈活經濟概念 其實就是叫你全民炒散 炒散當然是沒有勞工保障 但是有得勞就好過沒有得勞 就業不足就好過失業 根據他們的邏輯 但是似乎這個靈活經濟 我自己在大陸的網站找 都不是很有大力地提倡 即是說李克強分中說完之後 都沒有一個媒體機器幫他推動 宣傳機器也不可以幫他推動 好了 這兩項其實是比較貼地氣的 大家都知道 但是習近平似乎 他另有想法 因為他已經說過 是要找那些企業來帶動經濟復甦 故此 他就搞了一個什麼國內大循環的概念 但是很多的評論都覺得 你這樣就等同於 搞所國沒有分別 因為單靠什麼擴大內需 出口轉內銷 如果是行的話 過去的20年根本上 就不需要入世 直接就不需要搞貿易 由頭到尾自己所國 就已經是 可以變成世界第一經濟體 李克強總理 我找了一篇報導出來 在5月28號的時候 就說過一篇 他到底說什麼 這篇東西似乎又是 跟習近平的思維 有多少的衝突 他就說到 說中國是要堅定不宜地 這樣推進對外開放 這個點都不可能改變 中國會繼續擴大 與世界的合作 自主出台更多擴大開放措施 在抗擊疫情過程中 特別需要公共產品 需要保持產業鏈供應鏈穩定 實際上更需要開放 推進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 這樣 我們才能共同戰勝疫情 被世界帶來的衝擊 將損失減到最少 似乎他 跟國內大循環的經濟概念 有多少衝突 他說不停要對外開放 所以在經濟路線上 兩個人很明顯 有區別 而且國內大循環的概念 一定不是7月才提出 早在6月初 已經有大陸的官員說過 但是不知為何國內大循環的概念 當時沒有發大來宣傳 直至習近平開金口 提及到國內大循環五隻大字以後 最後就進入了公眾視線 究竟國內大循環 是否是可行的呢 我們只是看看農產品方面 人民日報今天就出了一篇評論員文章 標題叫做 找好糧食生產 保障糧食安全 這樣也奇怪 糧食安全就安全 不需要煞有介事 告訴別人糧食安全 產量沒有問題 多少是否被人感覺到 有些瓜田里下 或者是叫做 此地無人三百兩的感覺 這一篇文章就說到 儘管面對疫情的衝擊也好 但是糧食的產量 仍然是全力推進 農業農村經濟保持著良好的發展態勢 今年的下糧再獲豐收 增產去到2856億斤 創了歷史新高 抽糧面積也是穩中有增 可以爭取到更好的收成 總結來說 中國農業年年豐收 糧食儲備充裕 完全有能力保障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的供給 祝勞國家糧食安全防線 即是告訴人 糧食供應 是沒有問題的 今年繼續有大豐收 為什麼要這樣說 肯定有些人擔憂 究竟現在在長江流域和淮河流域的洪災 會否導致農產品的產量下跌 因為很多田 大家看到網上的影片都知道 是浸了 但是他還說 秋天的糧食收入 就是會穩中有增 大家先聽著 他為什麼要這樣說 肯定就是為了穩定民心 實際上是怎樣 真的要收成那一刻才知道 而且不僅是長江和淮河流域 現在還說到黃河流域似乎有洪水 究竟最後搞得怎樣呢 當然 現在還未只是洪災 那麼簡單 還有一隻叫做黃蟲 究竟會不會飛到中國的境內 這個又是要 接下來的日子才揭曉得到 但是 我們就看到 似乎大陸都不是坐在這裡等 因為根據美國農業部 我們昨天說過 他們公佈了一個數據 原來 在上個星期 中國訂購美國的粟米 和大豆的採購量 都是創了紀錄 是近年最高的水平 如果糧食完全沒有問題 還是大豐收的時候 為什麼還要買這麼多粟米呢 買大豆 大家也知道 買大豆也是為了養豬養雞養畜生 要維持畜牧業的發展 習近平去到吉林的時候 不是說大豆的產量沒有問題嗎 大豆之鄉 還購買這麼多大豆 豐收也不夠 即是說蓄木業是大擴展 還是怎樣 你信不信 還有 買這麼多粟米 所以又說大豐收 中國國內大循環是搞不搞得好呢 如果純粹靠國內大循環搞得好的時候 用不著向美國買這麼多農產品 理他也傻了 貪便 還有 還有 都未算 現在向國外工作的中國公民割韭菜 向他們徵收稅款 故此 現在所有在國外工作的中國公民 若然他沒有入籍外國的時候 他保留著中國籍的時候 除了當地的稅款要繳納以外 還要交多一份稅給中國 故此是立商份稅 當然是有所扣減的稅行 但是中國的稅 稅率很高 故此 這個割韭菜行動 一定是會成功的 所以大陸的經濟嚴峻的情況 大家就是可見一班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